2月2日报道境外媒体称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2月1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 雷沙梅的此次访问旨在筹划英国脱欧后的新贸易安排 据美联社2月1日报道 两位领导人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会面 就在前一天 雷沙梅呼吁扩大中英两国之间的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雷沙梅表示 在2月2日结束访问前 双方将宣布价值超过90亿英镑约合808亿人民币的商业交易 陪同梅访华的还有50位英国商界领袖 其中包括捷报路虎公司和阿兹利康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在结束访问回国前 梅还将前往上海参观 香港商业电台网站2月1日报道称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访华的英国首相雷沙梅 习近平指出 中方愿同英方一道 推动中英关系在新时代健康稳定发展 中英双方应顺应时代潮流 结合两国各自发展阶段和合作需求 赋予中英关系新的时代内涵 共同打造黄金时代增强版 包括提升黄金时代的战略性 增强务实性 拓展全球性及促进包容性 他指出 中英要继续办好战略 财经 人为等高层对话机制 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好敏感问题 同时要深化在金融 核电 投资等领域合作 探索在人工智能 粒子能源 数字经济 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合作 两国可以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开展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互利合作 深化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 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内交流合作 推动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雷沙美表示 英方在很多全球性问题上与中方看法相近 重视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希望英中开展一带一路合作 促进全球及区域经济增长 英国主张自由贸易 愿与中方加强贸易 投资及科技等领域的务持合作 另外 雷沙美早前与丈夫参观故宫 另据德卿社2月1日报道 英国首相雷沙美当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面时称赞英中关系进入了黄金时代 他表示希望推动这两个外向型国家之间的合作 报道称 雷沙美和习近平的会面代表着 他为期三天访华形成的高潮 此次访问旨在为两国未来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奠定基础 此外据美联社2月1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日会晤了英国首相雷沙美 会晤期间 习近平介绍了他倡导的《一带一怒》这一遍及 亚洲的超大规模贸易及基础设施联通计划的诸多好处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 习近平对雷沙美说 这项规模余万亿美元的计划是一项公开、透明、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诚意 习近平说 中英双方可以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互利合作 他还说 这项倡议会在市场规律和国际规则下运作 雷沙美回应称 希望英州开展一带一路合作 促进全球和区域经济增长 2月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英国首相特雷沙美 允许广袁 千同学 具体二位 写 end 证 证 证